加盟被骗受害者失声痛哭 竟被说撒泼耍赖 大姐你先起来再有话好好说好不好 移民合同为何四年不对线 是办不了还是没有办 你们是环球 全国都是你们的 全世界都有都是分公司 新买货车为何自然 无辜宝马车也被烧毁 第一时间我给他打电话 你们出个货警监听报告 厂家该陪你就陪你了 报告出来了又说这了那了 百姓315马上为您呈现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百姓315 我是主持人乐言 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有位陈女士打电话求助说 她被自称是自己亲姐妹的人 给骗了 现场情绪失控 失声痛哭 到底怎么回事呢 一起来看一看 你们把结果要回来 我被有一个叫 野榜一个叫陈静那个女的 她做了一句话她骗我了 这个陈静是谁 她是一个野榜一个业务院 小手业务院 是种那个散黄菌 是种植一个散黄菌 种植的她说是 四个月能赚七十万 最低最低赚三十万 所以说我是这好样 我现在是 亏的邪不如鬼啥也没有 提供这个菌中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咱都有指尖报告 提供了以后呢 提供了之后就是 她负责提供场地 她负责的自己去种 种完以后我们十万 技术方面是怎么说的 是咱一对她进行培训了 还是怎么的 对咱这边跟她讲 你说质量好 我说质量不好 你是不是要求给你换 我是不是又全面安排司机 去全部给你放了 换完以后呢 我等到十五天 我去种又发河了 成功了没有 没有 我现在都全部合完呢 陈女士告诉特派员 桑黄军拉回家以后 十天左右就出现了 发黑的情况 在她向河南夜邦 农业科技公司反馈后 公司又重新换了一批桑黄军 可是回去不久 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直到最后 将近五万元的桑黄军 全部发黑了 就说她失败的原因在哪里 咱公司进来 她今天她都不管理一次 对不对 她之前说 她又没有上院了 还是上阵了 他们都喊 对于中间的种植过程 双方各执一次 但说起为何一开始 要加盟河南夜邦 农业科技公司 种植桑黄军时 陈女士便说起了 公司业务员陈静 陈女士告诉特派员 自己老公身体不好 家里全靠她一人挣钱养家 听说了公司业务员 陈静的励志故事 便决心加盟 种植桑黄军 这个陈静跟你讲了一个单身女子的一个励志故事 成功的故事 激励了你 你俩又同性 然后掏心掏窝子 然后就成了好姐妹了 你也相信她 也投入了 陈静是咱公司的人吗 对 你是哪一个 咱们姊妹娘你的国忘记了 陈静我找一下 我找一下 你稍等一下 咱处是好姐妹 现在都不是好姐妹了 她连人都不认得我了 那我这会都在你办公室 你过来一下 长姐你在这 我今天没上门 我今天孩子家里面有事 行行 我接个电话 你不用接电话 你不用挂电话 你又是挂电话 都不想接电话了 那你签合同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这个生意怎么弄了吗 他跟我说了 我考察 我到他那看看 他说 你放心 既然有我的 我给说 技术人员 我给你安排到位 是不是 我咋挣钱 你咋挣钱 技术人员去了没有 去了 那去呀 河南夜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表示 客户加盟种植三黄军后 会不定期安排技术人员上门指导 但是陈女士表示 一次也没去过 所以才导致了他种植失败 咱有没有拿出什么证据 能证明我们技术人员确实上门指导了 咱们九老师 不跟人说这一时 咱九老师都会开车 就是技术人员去送货 代技术指导了 对 我跟你说 他全部都是世界里牵挣 面对特派员的质疑 河南夜邦农业科技公司的负责人 又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话说到此 双方再次争执了起来 你说我哥 你说我咋够你 你说我骗你 知道吧 你们把文件吃到几个月 你们还说我哥 你们 不懂得了 你们完全我要回来 大姐 你先起来再有话好好说好不好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公司 既然咱从事这个行业 也承诺要给人家去成功 那咱技术培训 第一在培训到位 第二在服务到家 那现在造成这样 你确实很无论 当然咱不是说当年杀坡 我说完 我知道杀坡 他不是杀坡 他只是在情绪上一种发泄 如果换作是你 我相信你也很痛苦 总换 这个方案你同意不同意 行是吧 支付宝到账 两万三千九百元 做任何生意 投资都有风险 咱是成年人 我们无论去考察生意时候 对吧 或者是听别人说的时候 自己也得有个判断 这生意都有风险 咱们有这吃一价掌一致 信号陈女士及时止损 追回一些费用 那么到底是陈女士 撒泼耍赖 还是这家公司 真的涉嫌忽悠陈女士了呢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我们在此之前 也专门以客户的身份 来这家公司 进行了走访调查 陈女士向特派员 反映被骗的事情 暂时告一段落 而就在陈女士 去到河南 业邦农业科技公司之前 特派员先去公司 进行了探访 这一号虫 它喂的 二号虫 是一个样 虎食都还吃了 就说 麦夫米康大康 这二号虫 二号虫 二号虫 会是 也就是说 是懒人模式 那走群里做成 成果率高不高 百分之九十五 河南夜邦农业科技公司 的技术人员 向特派员讲解了 蛋白虫的特点 和养殖方面的 注意事项 而当特派员提及 为何公司 没有种植 桑黄军史 公司的销售人员 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桑黄军事没有 我的话 那我才不懂啊 因为现在市场包固了 原来河南夜邦农业科技公司 现在不种植桑黄军了 开始养殖蛋白虫了 而说起 加盟蛋白虫养殖时 公司也给出了承诺 公司给在内 就是保技术 保松果 保回首 松果撒门 技术撒门知道 然后撒门回首 限定结算 两个百元 才都可以撒门回首了 从此养殖 公司建议你 养蛋白二号 为啥说这艰难 所以男人养殖模式 非常简单 如果一个男人 八九个月 一年时间 能整多少钱呢 蛋白一号 一个男人 一年 给买个五六万 六七万块钱 如果蛋白二号 就一年八九个月 给买个八九万块钱 所以咱们一会儿的工具 都由公司全部提供 不用回家买任何东西 咱们需要一讲放就可以了 蛋白虫 易养殖 收益稳定 只需要一间场地 公司包技术 包回收 看似稳赚不赔的投资 难道真的如此吗 特派员在网上搜索后发现 反映蛋白虫养殖被骗的加盟商 大有人在 不仅如此 特派员了解到 近年来提及的 蜗牛 蝎子 卢丁鸡 土圆养殖加盟 公司都存在着相似的宣传话术 收益上有些不良商家以高价回收 稳定收益为噱头 利用加盟商不懂农业养殖来获取他们的信任 在这里要提醒广大家盟投资者 不要盲目相信这些低投入高回报的口头承诺 加盟投资时一定要谨慎 加盟被骗掉进坑了该怎么办呢 警惕各位投资者 如果遇到加盟投资被骗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收集证据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当然在投资之前呢 也要慎重考虑 你要做的是投资 而不是投机 学会判断风险是投资的必修课 莫要清醒 等着发财稳赚不赔之类的话 这样的结果往往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好 我们接着往下说 小区刚交房啊 业主还未入住 这小区里的广告就铺天盖地 到处都是 一起去看一看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华润紫云府 那么在这个电梯的旁边呢 我们进去看一下有没有这种广告 当我们进入电梯里面之后 我们发觉这个你看保护电梯的这个板子还没有拆除 但是这些广告三面墙上已经提满了这些广告 这里呢是一个新小区呢 据了解呢好多这个业主呢都在装修 已经还没有入住 但是这些广告呢已经入住他们的小区了 特派员走访发现 华润紫云府是个刚交房的小区 大部分业主还未入住 但是特派员看到小区电梯内 既然都已经挂上了商业广告 根据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规定 小区公共收益应当予以公示 那么华润紫云府物业到底有没有公示呢 特派员来到物业了解情况 他做的电梯广告它是收益嘛 到时候出到那个公共金钱里边 也是一个收益嘛 也不是说这个钱我也收了 咱们公示了吗 您可以去这个要求我们 就是领导反馈这个事 说这个广告收益应该是如何的反馈 根据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规定 物业公司应当依法将这部分收益 和开支情况进行公示 擅自挪用侵占 均属于违法行为 根据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规定 对于违法行为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 可以依据条例责令退还 处以挪用侵占金额两倍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 没收违法所得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该公示的要公示 要让业主的每一分钱 都花得明明白白 对于此事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当然如果您的小区也存在着 物业不公布广告等公共收益的情况 也欢迎您拨打电话 0371-660-5388 与我们进行联系 好 我们接着往下说 陈先生想要投资移民 可四年过去了 移民没办成 钱也不给退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陈老师啊 我是会运验个窝囊事 咋回事啊 哎呀我在飞机上看到一家做移民的广告 为了女儿读书 房子都卖了 支持他去 当时说半年到八个月 都办成了 说走就走 现在四年了 啥消息也没有 交了多少钱呢 交了34万多 往哪个国家去啊 欧洲的马尔塔 咋让你动心呢 一下子房子都卖了 他们说马尔塔是欧洲的后花园 环境好 英联邦 免费的医疗 免费的教育 还花钱少 还走得快 说走就走 结果四年了 什么信任没有 你是在哪签的合同啊 在北京签的 环球移民 那咱们现在在郑州 咱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他前两天 他郑州环球移民公司 业务员给我打电话 那他们是一体的吗 要不一体 他会给我打电话吗 到现在都四年了 到底一个什么情况 到现在也没办成 我们环球 郑州也好 北京也好 我们都是独立运营的 那法人什么都不是一样的 你要了我的合同 你也看了 你也拍照了 对吧 你们说的时候 你们是环球 全国都是你们的 全世界都有 都是分公司 不能一说到事啊 各是各的 我的要求不高 就是把我的费用退给我 幸存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跟北京那边 是独立运营 原来的话 你打电话 你找过来 我只是想让你过来 然后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看能不能帮上忙 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当时 我以为公司是良心发现了 来帮我解决了 我过去 过去这一周了 你也没有给我回信 人家广告 打得可好 一卡在手 说走就走 结果呢 结果是等了几年 中间光人员 换了至少有四五个 一直推 让我们人无可忍 弄得很焦虑 你们的情况呢 我这边的话 给我们连统长通了电话 他今天在北京出差 当我了解完情况之后 我再与您沟通一下 可以 那可以 我们是郑州环社出境 服务有限公司 我们用的是 环球的品牌商标而已 你这是环球啊 这个并不是向他理解的 都是环球啊 他找我就OK了 你和那个北京环球 不是一家 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北京也是独立的公司 郑州也是独立的公司 这个问题是 郑州管不了他这个事情 他当时跟谁签的合同 他要找谁 刚才跟你通电话 那个主管 当时就在这处理我的案子了 他就跟我说 我的案子还在递交中 跟你们任何关系都没有 你们干嘛去对接呀 去对接他干嘛呀 我们的顾问是 打墨拜电话打到的他 他我打电话让我来的 我在寻找找客户的时候 打的墨拜 墨拜你懂吗 就是陌生电话拜访 然后就那天碰巧了 就打到他这里了 刚才的 我们在郑州这个环球公司 了解到 据他们自己说 和北京的不是一家 各是各的独立运营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连线一下北京 也问一下 他们之间的绿史关系 到底是不是一家 郑州这边也有一个环球 跟你们是一家吗 是的 因为我们这边 是有28家分公司的 那我想问 在北京签的合同 这边是不是也可以来 找这边来处理 其实您的旗下的 一个顾问 他就是郑州的 如果您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直接去郑州 也是可以的 你们的办公室里边 放的资料是环球的 环球的400说 这都是他的分公司 可以处理相关的业务 那不明显的 剩下的只能让我们考虑到 只是往外推了 不想跟人解决 是不是 所以我来确认一下 怎么回事好不好 我这边是北京蓝球出国的 我这边的一个后台的一个记录的话 咱们这边办理的话 就是说在补料的时候 是没有提供补料的 这个事情您知道吗 我该提供的 我都提供了 您是提供了补料之后 然后就之后这边的话 就没有下文了 对吗 对 一直就给我脱 一直脱 那这样吧 就是说我这边后台也调查一下 然后之后的话 我拉您进我们这个服务群里 然后咱们再核实一下这件事情 您刚才说的意思 就是说是 大家先看一下合同 如果是你们违约了 你们就把这个费用退给他 如果是他违约了 这个你们要另外说 是不是这样 对 可以 给我们赶快有一个结果都行了 给我们解决一下 可以 因为本身咱签合同 也是给北京蓝球签的 既然是对接上了 下一步他不是答应给咱们对接 处理这个问题吗 咱们把咱们的相关的证据都找好 看看怎么解决 有什么情况 也给我们来个电话 好不好 一卡在手 说走就走 结果变成了一卡在手 卡着不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 不负责任的结果呢 这家公司的处事态度 已经给出了答案 不作为 不担责 无担当 收钱时笑脸相迎 出事之后 拒之门外 隔岸观火 如此做派 不卡 才怪 好 我们接着往下说 在这里呢 有好消息告诉大家 公共频道 联合河南中都皮肤病医院 推出了预见民营大型公益活动 全省征集50名家庭困难的 银泻病患者 进行免费的爱心公益救助 报名电话 0371-660-5388 冯先生反映说 自己呢 刚买二十几天的新车 在高速上自燃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 一起去看一看 新车自燃 上汽交进 还我汽车 咋回事呢 7月6号 我买了就是这款车 上汽越境 花了四万六千块钱 跑了就20天的时间 在高速上 正常行驶中 自燃了 汽火的部位 就在发动机的最下面 肯定不是我们认为的 民警院相关大队 也去坚定了 我现在手里拿到的是 火灾事故认定书 上面写明了 起火原因 是排除人为放火 引起的火灾 排除雷击引起的火灾 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 引起的火灾 当时我们的车上 拉了一个货 水盐的宝马车 也被烧的光光 烧了成了一个铁架子 本身想到的 我们买这个车 就是为了挣钱的 反而这个钱被挣到的 一把火 让我们烧了十几万 我现在就都翻译 这个车的质量问题 彭先生买了一辆新车 刚行驶了二十多天 就在路上正常行驶的情况下 发生了自然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到 上汽要进3S店 去了解一下情况 本期触发员吴瑞芳 这个交通事故人论书 他处的这个 没有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这个事 现在厂里面正在重演处理 现在没有结果 有结果我再告诉你 第一时间我给他打电话 你们出个火警监听报告 厂家该陪你就陪你了 报告出来了 又说这了那了 我心动不方便吧 下肢瘫痪 做了你以来的 今天是第四天了 他们这里头 人没有一个 给我解决的方案 是因为我一个公平的 我没有车 我没有守护内缘的 你的身体不好 先控制一下情绪 这就是上期越境 向我们客户承诺的 提速响应高效解决方案 发生汽车自然 关系到买车人的一个 台场安全 一个生命安全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从它发生自然到现在 两个多月的时间 咱4X店做了哪些工作 咱们上汽厂家又做了哪些工作 有没有对这个事情展开调查 你想想它大方面 人通是车里问题 但是厂里面 你要确定一下 我刚买的新车一共20天 并且有监警报告 这儿的那个售后经理 您不能走呀 你不能走呀 我们在现场调节的过程中 由于双方的情绪 非常的激动 为了使这个事情 得到更好的解决 目前民警也赶到了现场 咱给他们厂家 专门负责处理你这件事情了 那个售后人员 打一下电话 核实一下这个事情 看进行到哪一步了 好不好 这件事发生到现在 我们也有专门的一个处理小组 一直在积极协调 没有做过双方人口 限定不排除这个词 和认定这个事 这两个词 只有法律的层面上说 差的还是挺多的 你知不知道这个车 有过改装的行为 你改装这个车了吗 改的是那个后边的尾部 加了一个三角贴在后边 就看这个位置 我们不会动车线路 老师那个改装 你们核实出来 它改装的是哪个部位 是线路吗 让大家知道 去鉴定这个事情 那如果是你们认为 不是咱们的汽车的 质量问题的情况下 那是不是咱应该有责任 和义务对这个事故来进行 第三方的进行鉴定呢 来排除不是你们的责任呢 这也是我们正在推进的这个点 我们现在愿意跟这个用户 共同我们去把这个证据拿到 如果他对我们厂家 这个鉴定 他没有信任 我们共同找双方认可的 这个第三方 去做完鉴定 如果做完鉴定 这个事情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一定尽到 应该履行的义务 他厂家可以提出来质疑 我觉得你们双方呢 也可以走这一步 咱们4S面把三方约到一块 找一个具有权威的 第三方鉴定的这个机构 然后呢 对这个事故来进行鉴定 对对对 我会在个厂里面翻译一下 看这个事能尽快来处理 到底是不是车的质量问题 还需要机关啊 到底是不是车的质量问题 还需要相关机构的进一步认定 风先生烧毁的可不仅仅是一辆车 更是全家人生活的希望啊 希望4S面的负责人 能够积极协调解决 关于此事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好那接下来呢 同样是新车的事情 也在高速上出事了 一起来看 我超级时间 我买个奔驰房子的房子 我咋想去奔驰的 为啥我要说 我这车我不要了 退掉我不要了 坚决不要了 咱想解决 咱做了点喝茶 摄像机关掉 咱解决问题 7月初的时候 在交着航龙4S店 提了一个奔驰C260 他当时提了车以后 瞎告诉 车头发现抖动 出现问题 到现在为了 我们30多万的钱 也不是大风挂来的 我们这个钱 到现在为了 买个车不能用 他现在把我们的车 放在这4S店 一直放了3个月了 当初跟他们协调 这么长时间 没有我们合理的解释 一直到现在 你看这车抖动 我们回头以后 上高速 到高速上拉了一车人 直接抖动就不能开 从这个110万 一直降到344万 如果是个换车 卖给我干什么 我们一家人坐上上高速 大高速上真正 出的什么问题 谁负责你 他就是个缓车 因为他东西都出现回家 又不是我开车以后 三个月两个月出现回家 也没有明确要求说 刚买一天就不能出问题 这个出问题 我们谁都不愿意看见 对吧 首先这个车单 我实际开 抖动的时候 您是什么感觉 就是车是有问题的 出现过两三次事情之后 送到店里面来维修了 到店里面之后 我们通过检测 是出现了 23高失火的一个 故障现象 进车会上会出现这种情况 算不算一个质量问题 或者是一个什么故障 它是一个偶发性的故障 它并不是说 开的时候一直会抖 它不是说它一直会抖 110万正跑的时候 突然加上有车抖动 谁敢开啊 那江苏如果在前面 后面追尾 这不是都安全隐患吗 那现在老师 像您说的 这只是一个偶发现象 我觉得这就像 跟一个人的生命 开玩笑是一样 所以我们也非常重视 这个车辆到了之后 到我们店之后 我们安排我们 技术经理第一时间做检测 查到了这个问题 这三个店的话 我们是等于是中间商 对吧 从厂家进货 包括车辆的维修方案 都是厂家给到我们的 我们现在得到 这种故障现象之后 我们得到了这种返回 就是需要 先去更换皮带轮和做这个升级 至于后续的事情是什么 后续去做 现在等于是第一步 客户是不同意的 客户总说就是我买新车 我觉得你有质量问题 我们要就就退 或者换 那你说作为赛电 我们应该怎么说 谁新过车更换了皮带轮 依然出过当怎么办 如果系统升级完以后 依然出问题怎么办 油品更换了还出问题怎么办 总不能让客户 一直拿着他的车 当试验品 让你们不停地去修 不停地去试 所以车辆这个东西 毕竟它不是我们赛电生产的 我们只是一个销售房 你既然不可 为什么出厂 出厂还是有这个三方法的 我头继续买个品质 放在这放在 我咋相信品质的 为啥我要说 我这车我不要了 退掉我不要了 坚决不要了 作为一个经营者 首先把合格的产品交付消费者 这是咱们应尽的义务 你先让我维修了 对啊 不同意我用 来 你为啥不同意维修 我头新车你给我维修了 我认为你这是不合格 车交给我了 你得给我退掉 我头新车买个车 看全部都有问题了 我买车这个样的 我认为这是不合格的东西 交给我了 我们不敢判断说 更换完之后会不会还有问题 但是所以说我们是 还是按照我们的要求 按照我们的指导意见 去更换这两个东西 更换这一样东西 因为当天都出问题了 对 你交给我都不合格 你现在我就给我还了 那合适不合适啊 这个解决方案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里 能让客户有一个好的消费体验 三邦法律方面 它是有明确要求的 对吧 如果说维修时间超过多久 然后我们的同一部件 更换几次之后 还有类似问题 它是可以达到 退换车标准的 那到时候我们退车换车的话 那就是明正言顺 可以去做的 都是你们说的会 我们说的不会 我们的建议还是先修 先修 你从来没有 提消费的考虑考虑 消费的原因比 要不这样吧 咱们坐着先休息一下 去问一下 你找个业方案是吧 这个都说吧 咱想解决 咱坐这聊 咱把东西关了 咱都站了好久了 坐这喝茶 舍上去关掉 咱解决问题 你现在要不要 跟这个领导 再一块协商一下 我也可以给他商量 可以商量 那咋不可以商量 对于发动机抖动问题 4S店工作人员 一直不愿意 公开处理此事 而要求跟赵先生 私下进行协商 退车还是修车 还是怎么样 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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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保养 保养 等等其他服务 就是给您送一些保养 或者什么 对对对 什么已经达成共识了 疾病达成共识了 虽然赵先生 与4S店初步达成了共识 但是奔驰C260 这款车 频繁出现了问题 究竟是什么原因 目前来说的 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接下来我们也将此事 反映给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 听话是个隔离的话 这个好说 是不是 如果真正 整个这个 这一个信号的车辆 都存在这样的确显的话 进一步的采取信号 出现问题不可怕 可怕的是 出现问题了还不面对 不去正视和解决问题 自己的服务不做好 品牌方凭什么取得客户的信任呢 各位父老乡亲 大家下午好 谢谢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公共频道的主持人小小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由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 公共频道主办 九恒大药房协办的 健康社区型活动 第15场的活动现场 我们的节目播出了 我们本期活动的地点之后呢 在附近的居民 在这个时间点 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舞台中央了 那同时今天在现场 我们不仅给大家准备了 非常多好看的文艺精彩节目 我们也看到啊 在我们的这个舞台的另外一侧 很多中老年朋友们 已经现在开始进行了 这个测血压测骨灵 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这个健康咨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平时血压怎么样 平时血压有点高 有点高是吧 在家每天会监测吗 在家我自己也监测 我有个电子血压表 有个电子血压表是吧 那今天在现场 你感觉这儿有个 这个免费的测血压 方便不方便 可以啊 方便 挺方便的是吧 挺方便 就是秋冬季节这块的话 然后我们中老年这块 一定要注意一个防寒保暖 还有就是像平常吃饭 多注意清淡饮食 不要处置太油腻的一些东西 那同时今天在现场 我们还有三轮的抽奖 奖品每一轮都是非常非常的丰厚 刚才看到你上台 领取奖品了 抽到什么样的奖品了 是一双老年主力鞋 老年鞋术 你觉得这个奖品怎么样 觉得这个奖品很好 可以送给父母 哦 准备送给谁 送给妈妈 妈妈 鞋子能打算什么手传 不压个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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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健康社区型的活动 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 那么现场的朋友们 你们喜爱我们的节目吗 如果说你也想要参与我们的活动 那么一定要记得 关注公共频道 我们百姓四安五的这个节目 我们每天都会在 首播的节目当中 来预告下一期的活动地点 说不定就是你们家门口